8月26号,世界田连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,结束了男子乘干跳赛事争夺。 世界纪录保持者,瑞典人杜普兰蒂斯,以6米10的成绩夺冠,打破了由他个人保持的6米07的赛会记录。 虽然6米10也是非常高的成绩,但对杜普兰蒂斯个人来说,今天整体发挥不太顺。 在6米00上第三次才过,6米10也是第三次才过,这让他耗费了太多体力。 所以在过了6米10之后,杜普兰蒂斯没有再尝试冲击6米22的新世界记录,而是直接结束了比赛,多少让观众有些失望。 杜普兰蒂斯虽然还得过几个月才过23岁生日,但他在男子乘干跳项目上已经达到地球人类前所未有的高度。 今天的比赛以最终成绩为准,这已经是他第40场比赛攻克6米。 如果单纯计算过干次数,今天是他第53次过了6米天险。 除了破世界记录,杜普兰蒂斯现在最大的乐趣,大概就是不断提升过6米的次数。 还有就是频繁破赛事记录,现在他参加了所有一线赛事的赛事记录,全部归他一人所有。 在2022赛季,杜普兰蒂斯17场连胜,其中共有14场获得了6米以上的成绩,今年以三度刷新世界记录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已经53次越过6米大关。 毫不夸张地讲,在乘干跳高这一项目中,当今世界能与他抗衡的好像还没有。 杜普兰蒂斯1999年11月10号,出生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,瑞典撑干跳高运动员,如今年仅22岁的他早已获奖无数。 2015年,杜普兰蒂斯开始征战世界田连青年赛事,并夺得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男子撑干跳高冠军。 2020年,杜普兰蒂斯两度刷新男子撑干跳高室内世界记录,又以6.15米创造男子撑干跳高有史以来的世外最佳成绩。 真正让大家注意到他的事,在2021年夺得了东京奥运会男子撑干跳高冠军。 此后,杜普兰蒂斯也一直在赛场上夺得冠军,并打破个人的世界记录。 杜普兰蒂斯能取得如此的成就,离不开他的努力和坚持。 出生于田径世家的杜普兰蒂斯,从3岁开始就渴望突破撑干跳高的记录,于是父母就在后院为他搭建场地。 杜普兰蒂斯从4岁起便开始练习撑干跳高。 在父亲的指导下,15岁开始撑罢男子撑干跳,如今不到23岁的他,早已问鼎男子撑干跳高的世界之巅,成为撑干跳高历史第一人。 然而,杜普兰蒂斯能够取得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 当世界田连重启欧洲田径赛事之后,杜普兰蒂斯开始每天刻骨训练,冲击室外世界记录。 然而,破记录并没有那么容易。 此前的每一次尝试,杜普兰蒂斯都没有达到自己满意的成绩。 罗马站6米15的尝试,也许是他的转折点。 第一次尝试依旧失败了,但他没有退缩,深吸一口气,全身心地投入到第二次尝试中。 助跑,冲刺,插干,上撑,腾空,每一个动作他都做到完美,最终他做到了。 这是他用汗水和坚持收获的成果,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 除了实力过瘾,杜普兰蒂斯还有超高的颜值。 曾经号称东京奥运会第一帅的杜普兰蒂斯告诉我们,实力与颜值可以共存。 杜普兰蒂斯眉清目秀,长相神似明星填茶,却在一次次不断刷新世界记录。 此外,他让更多人了解到成干跳高这一项目,让大家感受到男子成干跳高也可以这么优雅。 杜普兰蒂斯的未来还有无数可能, 人类的极限是没有极限,6.21也永远不会是它的极限。